1988年,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高西庆 和33岁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美国回到北京 他们的目标与看志东非常相似 那就是筹建中国的证券交易所 一年以前的1987年,美国发生大规模的股灾 让王波明和高西庆感到有些意外的是 股灾后没过多久,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联系了他们 请他们来介绍股票、股灾和他们对经济的影响这些问题 在这种推理下,我们觉得中国可能也是应该需要资本市场这个东西了 王波明他们推想得不错 其实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 国务院就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不久以后,这个小组提交改革方案 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 但是呢,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接触到这种实际操作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把我们在华尔街工作的一些经验拿回国内 1988年,王波明和高希庆相约回到北京 现在说起来好像听着有点那么畅高调似 但是那真是啊 那高希庆,在当初十万美金 我大概五六万美金 但是你回国拿多少呢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一月二百块钱工资 还算高的 就回来冒这种风险来干这种事 但是人们因为能那种成就感能够参与进来 回国之后的他们很快找到了同道 这是位于北京城西的邻近胡同 也是当时在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担任处长的李清源的家 这年夏天 这几个年轻人在这里热烈地讨论 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细节 那大家当然很激动了 要不然咱们写个东西吧 咱们向中国的高层领导建议 中国也应该建立资本市场 这群年轻人也确实很快地行动起来 他们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 推动交易所的建立 此外还合力撰写了 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引起了决策部门的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